你好,欢迎来到每日一书,本期要分享的书是《落差》,副标题是《如何化解我们内心的失望》。 作者是法国著名的心理学专家米歇尔·勒朱瓦耶。 他不仅是巴黎的七大精神分析专家成员,而且还在美国担任白宫的心理治疗师,是白宫总统心理健康委员会的重要成员。 本书揭示了心理落差的危害与应对技巧,告诉我们,面对失望的打击,该如何及时化解内心的愤怒、悲伤、压抑和焦虑,停止情绪自虐,预防感染抑郁症,重拾对别人、对自己、对生活的热情。 请相信,这世上凡是能让你失望的,都是你需要学会面对和超越的。 唯有化解并超越心中的失望,才能活出平和而强大的自己。 来看第一部分,区分假烦恼。 作者提出,很多人在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之后,其实真正陷入的并不是这个烦恼本身,而是由烦恼带来的假烦恼。 什么是假烦恼呢? 其实,是和真烦恼相对而言的。 所谓真烦恼呢,就是客观事实上存在的烦恼,也就是我们正在面临的问题直接带来的烦恼。 比如,领导交代的任务没有完成,领导骂了你一顿说,我给了你一个月的时间,你怎么就做成这样? 那这个时候,你的烦恼可能就是一个真烦恼。 而所谓假烦恼,其实就是在这些真烦恼的问题发生之后,我们自己的内心又产生新的解读和感受,而进一步带来的烦恼。 同样是领导指责完以后,你可能不仅仅是觉得自己没有做好,还会产生一些其他情绪,比如担心是不是领导会因为这些事对自己有意见啊,以后不重用自己了,或者是觉得,这件事自己做得太不对了,一无是处,怀疑自己是不是能力不行,不适合这个工作岗位呢。 类似于后面的情况,其实就是假烦恼,是我们自己假想出来的一些场景,而这些场景其实比真实面临的场景情况要严重得多。 可是,往往是这些想象出来的假烦恼,才让我们陷入到负面情绪中无法自拔。 作者说,我们其实很少被事情本身所影响,真正影响我们的是因为事情所带来的感受。 因此,在生活中遇到负面情绪或者感觉到自己失落的时候,首先想一想你是真的对事情本身的结果担忧呢,还是基于这个结果进一步想象出来的事情而担忧? 比如,你是因为同事没跟你说话担忧呢,还是由此想象他在背后说你坏话而担忧? 你是因为老公没有给你送花担忧呢,还是你担忧他可能是不是有了外遇? 所有的这些担忧,其实往往来自于假烦恼,而且会让你陷入到负面的情绪当中。 所以,作者告诉我们,要消除落差带来的失望,首先要消除那些原本就不应该存在的负面情绪,那就是要区分真假烦恼,先把那些由假烦恼带来的问题消灭掉。 再来看第二部分,解决真烦恼。 我们怎么样才能从负面情绪中尽快地脱离出来呢? 那就要从了解我们对大脑研究的一个重要进展入手。 这个研究的结论是大脑其实是个铃铛。 更确切地说,我们的大脑中间有一个小球,会向各个方向摇动,就像是铃铛内部的小锤,所以看起来大脑就像一个铃铛一样。 这个小球部分,在医学上或解剖学上称为脑部扁桃体或大脑边缘系统。 我们的情绪主要是受这部分大脑边缘系统控制的。 而我们大脑中还有一部分区域,叫大脑心皮层,是主要负责理性思考、推理分析的。 所以,简单笼统地说,大脑有负责情绪的工作区域和负责理性的工作区域。 大脑负责情绪和负责理性的这两部分区域不能同时工作。 当我们感动的时候就会失去理智,思考的时候却会不动感情。 生物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为推拉系统。 所谓推,就是大脑把情绪往内推,大脑边缘系统的情绪脑就会起作用。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比较容易感动,而拉,就是将这种感受,事件推送到大脑心皮层区域。 这个时候,理性脑会让我们思考,而感情就动得很少了。 为了证明这个推拉系统的存在,有人还专门做了一个实验。 这个实验分了三个步骤。 第一个步骤,让实验者来观察一些令人难过或者感动的图片。 这个时候,扫描他们的大脑,会发现情绪脑,也就是大脑边缘系统会处于活动状态。 而理性脑也就是大脑心皮层,却几乎没有活动。 第二步,让志愿者们来做算术题,在他们思考的时候扫描,发现大脑心皮层开始活跃了,而大脑边缘系统却处于休息的状态。 最关键的是第三个步骤,也就是让志愿者在看令人激动的图片的同时进行数数。 比如看一张婚礼现场的图片,这种调动情绪的图片会让大脑边缘系统有反应。 可是关键点在于这时给他们安排了一个新任务,让他们数一数这些图片上究竟有多少人。 这就需要运用理性思考的能力了。 换句话说,如果我们学会在情绪化的时候去理性思考,那么就能够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。 这种情绪控制其实有两方面的作用,一个是正向利用,一个是反向利用。 所谓正向利用,就是我们顺应大脑的这种运作模式。 比如去看电影或欣赏一幅绘画名作的时候,你要做的是不去想任何需要调动理性逻辑分析的事情, 你就能完全沉浸在这种美好的感受和情绪当中,这样其实能够把美好的体验放大。 大脑中那个铃铛会更活跃,因为它不会被思考所压抑,这就是正面利用这个研究结论。 同时,你也可以反过来利用这个研究结论,就是当我们在遇到特别难过或者说很开心的时候想要控制情绪, 那你就告诉自己需要去思考或者处理一些需要调用逻辑能力的事情。 比如,当你遇到一个让你非常失望、愤怒或者有不安全感的事情,这个时候,你就尝试着让自己思考, 我遇到的问题究竟是什么?这件事情产生的原因是什么?有哪些方法可以去解决它呢? 这些方法能不能产生好的效果呢?像这样去调动理性思考,你会发现情绪给你带来的感受就会削弱。 事实上,心理学家在进行心理疗法的时候,用的也是这种方式,把我们心中的压抑郁闷说出来,通过思考让这种情绪变得安静下来。 再来看第三部分,如何应对负面情绪。 作者在书中,其实提供了非常多的应对负面情绪的工具和武器,我们来说说其中的两点。 一、思维阻断。 从海底时开始,如果听到汤姆和,你会不假思索地加上杰瑞。 受这种下意识的影响,一些人习惯于做出最坏的考虑。 别人提到测验,他们会想到失败和灾难,别人提到不可预料的事件,他们会想到危险。 抑郁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坏的思维方式,一种不好的预料方式。 但好消息是我们可以纠正它。 只要掌握一个简单的技巧,思维阻断,就可以让那些抑郁的人们转换心情。 因为很多负面的情绪往往来自于惯性思考。 比如,今天出门不顺心啊,坐公交车晚点了,或者去公司被领导批评了。 这种晚点和批评会立即给我们带来沮丧难过的情绪。 是不是一旦遇到这种批评或者是迟到,就必然带来沮丧和难过呢? 其实未必,只不过是大脑在这两者之间建立了一种习惯性的联系。 其实,它们两者之间并不是有一定的必然联系,只不过大脑习惯了这样的惯性思考。 所以,在遇到各种生活问题的时候,我们也会自然而然地和一些负面情绪密切地联系起来。 因此要应对负面情绪,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打破这种负面情绪带来的思维定势,也就是当我们产生悲伤念头的时候,想办法告诉自己这种事实的结果和悲伤之间未必是划等号的。 不断地去训练这种思维打断的能力,对我们建立新的情绪连接有非常好的帮助。 二,自恋情绪。 有时候,我们过于忽视自己的优点,常常是因为害怕显得太自恋。 表达自己不怎么样比承认自己自恋更加礼貌,更何时宜。 因为说自己的坏话并不会冒太大的风险。 但自恋也有它积极的一面,不会伤害其他人。 我们都有权利喜欢自己的生活,喜欢自己。 作者认为,如果我们在生活中对自己的优点和价值能够更看重的话,会更容易从负面的情绪中走出来。 比如,我们都知道,一个公司会花很多钱来宣传新产品,宣传企业形象,可是我们个人,却很少重视自己的形象。 但事实上,你为自己做一个让自己满意的自我评价,或者画一幅满意的自画像,把过去的经历或者失败当成去往成功路上必经的阶段。 从这样的视角看自己,可能对我们面对当下的负面情绪有很大的积极意义。 因此,多试着去寻找自己的优点,多去肯定自己,能发现自己的美是很重要的一点。 有研究证明,爱自拍的人比较容易从负面情绪中走出来。 其实自拍,也是某种程度的自恋。 实际上,2013年牛津英语词典的年度热词就是自拍。 自拍的时候,其实并不是出于摄影的目的,而是一种心理需求,就是通过一张照片让自己更好地接纳自己。 很多自拍者认为,自拍其实是一种积极的自恋,这其实就是一种自我肯定,对自己形象的肯定也会带来积极的心理状态。 所以,寻找健康积极的自恋情绪,也是一种抵御负面情绪的方式。 那如果当我们遇到问题解决不了怎么办呢? 我们知道当问题无法解决的时候负面情绪会被强化,只有把问题解决了,负面情绪才能更快地消除。 所以,学会有技巧的解决问题,也能够帮助我们去释放负面情绪。 作者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武器,那就是解决问题的五步法,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 第一步,定义问题,明确找出导致情绪不好的原因是什么。 比如,你的女同事,她最近觉得很烦恼,那这个时候你就要让她问问自己,烦恼是因为和朋友相处得不好,还是自己做错事? 还是因为自己没找到男朋友等等? 可能经过分析以后,你的同事意识到自己之所以情绪不好是因为身边虽然有很多朋友,但是少一个很知心的人,没人说心里话,当遇到事情的时候心里就会很压抑,所以就很烦恼。 第二步,就是寻找尽可能多的解决方案,这个时候就要运用理性思考。 假如说你是因为没有一个能沟通的伙伴而烦恼,那怎么样才能够拥有呢? 想想看,比如说你可以参加一些俱乐部呀,参加一些培训班,去认识一些新朋友,或者是邀请有好感的一些同事一起吃饭等等,把这些解决方案列出来以后,我们就能发现很多问题其实是有解决方案的,我们可以去尝试。 第三步,就是为解决问题找出最可行的方案。 比如在刚才那些方案中,可能最可行的是约一个朋友或者同事去吃饭。 第四步,就是为这个方案制定一个行动步骤。 因为吃饭可能比较简单,但很多决定是相对复杂一些的。 即使是吃饭,你也要去选择地方,去找朋友或者同事的联系方式,然后给他打电话,跟人家约时间。 第五步,就是付诸实践并检测效果。 比如你约了人去谈谈,看看能不能发展成为知己。 通过这个方法不一定一下子就能解决问题,但是能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去寻找更有可能解决问题的方法。 当我们用理性思考的时候,负面情绪就会被压制,所以用这个方法开始解决问题的时候,我们也就一步一步地从负面情绪中走了出来。 好了,这本落差就分享到这里了,我们下期再见。